幾經波折,我從下午到晚上 搞了好幾次,我的手機只出窗框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俊華 好久沒有在網路上分享我的作品 那接下來呢,我會開始做一些創作 這一年來給我很多的沉澱 應該算做了很多不同方面的學習吧 包含旅遊啊,料理啊 甚至攝影啊,剪輯 還有最近從11月開始 學習用那個Procreate 講錯,Procreate 練習畫畫 我這一次的這個曲子叫做 2021聖誕節 對,我忘了 這個主題很重要 我要先把這一次拍攝影片的目的 先跟各位說 2021聖誕節這首曲子呢 其實也是應景歌曲啦 因為聖誕節快到了嘛 那其實我拖到現在已經有點晚了 我昨天就上一架 那我今天就是拍一些幕後花絮 去跟各位聊一下這一首曲子的一些小小想法 11月份其實就已經很多人在準備 為了聖誕節 甚至有些人12月初就已經準備好了 對於我自己的詞曲創作呢 兩個多禮拜前 有一些想法 引導了我 俊華是基督徒 所以對於我的創作當中呢 就會比較多的色彩是來自於基督教當中 我覺得我歌詞裡面有一些地方有點間界 就是台灣與世界 我當時的想法是這樣子的 我當我上面有寫聖誕節 疫情還有教會 我也是希望跟世界一起把疫情很好的度過 然後大家一起努力打拼 讓疫情越來越改善 讓大家能夠正常回到生活軌道上面 然後聖誕節 當然啦 台灣的基督徒也都會過聖誕節 那在一般人當中會說 叫做耶誕節 那我們會叫聖誕節 這個過程呢 其實都是個人的說法自由 在我們基督徒呢 我們就會稱之為聖誕節 那除了疫情聖誕節之外 當然還有很多 我覺得只要是 台灣是在這個世界上的其中一塊地方 那我覺得我們都應該多去做更多不同的努力 那我現在目前呢 所會的東西就是音樂吧 那我也希望從拍影片 來做更多的學習 因為我發現到周遭我們有很多很美好的地方 多多少少被我們給忽略了 或者我或許跟其他人看的角度 每個人看的角度都不一樣 我也希望藉由這樣子 我也希望藉由這樣子 跟更多的人分享交流 對於我來說 也是個很好的學習 對於我在音樂的創作 或許也是個很好的幫助 那在這一年來 除了對抗疫情 大家都很努力之外呢 我也是一樣 我就會在網路上面 去觀看 然後去了解更多的東西 包含我剛說的旅遊啊 美食啊 甚至最近 我不知道哪個腦洞大開 開始去看魔術 還有量子力學的東西 那希望未來我所做的一些學習 對於我在製作音樂 或者是我在拍攝影片當中 有更好的幫助 那如果有一樣有相同興趣的朋友 我也希望可以跟更多的朋友一起 彼此交流 那拍影片 拍Vlog的目的也在這裡 那當然也很謝謝 之前發表的那一些Cover 或者是Copy的音樂呢 有不少的人也慢慢的有聽到我的作品 那我要繼續加油 這邊現在這個頻道呢 現在變成俊華的Vlog 那就會是更多的聊天啊 分享啊 甚至未來有可能直播吧 那還有我的生活日常的一些紀錄 生活點點滴滴的紀錄 還有就像今天這樣子 去分享我昨天12月 應該12月17號上架的一個影片 在另外一個頻道上面 你們搜尋2021聖誕節 或者最後我會在這個影片後面再做點連結 你們可以點到那個另外一個頻道上去 如果喜歡我的創作的朋友呢 請幫我訂閱分享按讚 謝謝各位啦 那可以的話 我會再帶來更多不同的創作 當然啦 我也會分享一些我之前的創作的一些小作品 我之前的創作也沒有很多啦 畢竟我本來就是以教學為主的老師 然後再來就是表演啊 那作曲這方面也是近年來開始有一些些簡單的器材 才開始慢慢嘗試的去做 那像我現在器材也很有限 我這一次的影片就是用Great Band 用iPad應該先這麼說 我是用iPad 然後使用Great Band來製作我的音樂 然後還有錄製我的歌聲 然後做詞曲創作 還有就是用Video Link 也都是iPad 我用Video Link來做影片剪輯 還有就是我剛說的Procreate 欸Procreate 對Procreate 對 我英文真的是夠爛了 我用Procreate這個APP呢 來畫畫 所以我這一次的影片裡面 或許有點單調 但是我加了幾個我自己 繪畫的作品分享給各位 那當然主體是我的音樂 那未來我也會分享更多更多的作品 在我其他的頻道上面 希望各位會喜歡 祝各位聖誕節快樂 2022年也快到了 也祝各位新年快樂囉 Bye 哇 差一個後面的小彩蛋 我從12月17號的下午4、5點 一直錄到現在12月18號的凌晨 我的手機一直跟我鬧脾氣 錄個兩三分鐘 錄個幾秒鐘就給我斷掉 哇 真是 我現在這一次應該 終於成功了吧 希望我是成功了 好 就這樣子啦 謝謝 掰掰 掰掰 ak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